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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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欧洲事件里面的西班牙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 在巴塞罗那呢 有汽车再次撞向行人 导致了13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消息传出以后呢 金融市场也是再次大跌 美国股市的跌幅扩大到了200点以上 同时英镑 欧元等一些欧洲价值的货币都纷纷出现了下跌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黄金啊 我们知道黄金目前是第四次冲击这个1295的关键价格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够冲破 但是在目前市场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黄金随时有可能出现连续的大跌 从技术上来讲 目前黄金在所有级别上都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从短的一两个小时到长线 日线 甚至于周线啊 这个黄金都处于一个上涨区间 那么在过去的三年情况来看呢 黄金价格一旦是这个我们看到冲破今年最高的1295以后 将很有可能会达到2016年的高度 就是1380附近 也就是说 从1295到后面一个价值 黄金有可能有85块钱的涨幅空间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 这个黄金价格从2017年的2月 就是特朗普当选稳定之后 到现在几乎就没有什么行情 始终就是在这个1295以下 1208以上上下浮动 所以我们猜测呢 这个剩下的几个月 一旦黄金能够突破1295大关 那么一波大的行情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会出现 但是呢 影响黄金我们知道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市场的风险情况 另一个呢 就是美元走势 那么从美元走势来看 我们知道的看的是美元的这个美元指数 从今年2月份 美元指数就一直在下跌 那么这个虽然过去有几次的反弹迹象 但是呢 都没有成功 然而在从过去一周开始 美元指数是再一次出现了中期级别的反弹迹象 那虽然有可能现在也和6月份一样 谈到一半再次下跌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一旦美元指数扭转过去半年的下跌 那么其实对于黄金啊 对于其他的非美货币都是一个负面消息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的是呢 黄金的走势虽然美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市场 或者说来自于风险以及不确定因素 换句话说 就是啊 这个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越多 啊 这个恐怖袭击也好 战争也好 这些啊 事件越多 那么对于黄金来说呢 它的推动力就越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啊 刚才说到的这个呢 这个图就是美元指数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 美元指数呢 基本上都是啊 一波一波的往下走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美元指数已经从最高的大约是101 跌到现在的92 跌幅达到了10% 美元平均贬值在过去半年里面也是10%左右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在中期级别上呢 蓝线已经开始了反转啊 也就是说在中期级别的长期投资者 目前已经开始逐步看涨美元 虽说目前还没有打破这个啊 通道线 维加斯通道线 但是呢 一定要引起严重的关注啊 那有可能会像六月份一样啊 这个是六月份一次 然后呢 五月份也有一次 每一次到了关键线之后再次回撤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我们又一次发现了 在三个月之后美元又要冲击这个维加斯通道关键线 那么一旦这个价格得到冲破之后 很有可能将会继续翻转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啊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